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1月21号集结在中国的周边 其中有两枪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最先进的F35B的闪电战斗机 美国最大战争的一个军演所引起的周边效应会是什么 而中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反制动作吗 重点包括了台湾怎么去因应这个情势的变化 另外在国际间关注还有一个重点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边境持续在增兵当中 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事似乎一触即发 因为在今天的最新情势在俄罗斯军队三面包夹乌克兰 五角大厦传出了警告在过去24小时的边境的确要增兵当中 他们看到俄罗斯再度扩大在乌克兰的一个军事集结里头 因为包括了跟白俄罗斯还有分裂地区的轰炸沿岸的接轨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都有俄罗斯驻扎跟部署呈现三面包夹的紧张局面 CNN纽约时报更是报道 美国官方的发言者可比形容 俄罗斯的军队集结 称母上戏剧化 但也没有特别的缓慢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竟然语出惊人的说 如果俄罗斯小范围入侵 那么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对于这个部分该如何去因应存在着分歧 这番话让乌克兰表达强烈的抗议 认为是对莫斯科侵略行动的亮绿灯 好 乌克兰的情势给了习近平一个绝佳的良机吗 试探华府对亲台的可能性反应吗 我们稍后来看的是 拜登总统被认为弱势的一个领导 真的会加剧台海情势冲突吗 连包括了我们知道 在过去许多国际的知名人士都在说 关注台海可能会爆发冲突 我们稍后连线给前美国国会竞选顾问苏思瑞 Peter来看看最新的情势 当然今天邀请到Tony胡特地来到我们现场 加一的空军连队F-16V的战机 1月11号坠机 国军8年的坠机有多达有11次 台湾的飞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台湾的空难会高于美国 美国的洲际飞弹战斗队的前指挥官 吴震东Tony胡今天火线解析 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要看是 在新的一年当中呢 尤其是台湾的经济情势跟国际的经济情势 这些重点产业未来的趋势发展 去年一年当中 台湾的外交订单十分的亮眼 连续二十二红 在二零二一年当中呢 达到有六千七百四十一点三亿美元 台湾的经贸实力说真的实在是 有目共睹值得肯定 那么在新的一年当中 经济的情势应该怎么看 来邀请这几位来宾 首先介绍 前美国国防部的高层官员 那么胡震东来到我们现场 来胡大哥晚安 大家好 恭喜发财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败名副 石败老师晚安 大家好 新年恭喜 以及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 兼任的助级教授苏索云斯博士 大家好 新年快乐 好 连岸政策协会研究院张云绍老师 小薰好 大家新年好 虎武生风 谢谢 欢迎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小薰好 大家新年快乐 好 国际情势 财经专家 林昌新 小薰好 大家虎年发大财 马上连线人在海外 不过应该也嗅觉出浓浓的过年的氛围 美国华盛顿州 美国前国会竞选顾问苏斯瑞 皮特 大批坦克不断使出军营 空气中仿佛能闻到 山雨欲来的诡决氛围 俄罗斯近来军事动作频频 让外界高度关注 俄乌的紧张局势 我们有些关系的新闻 在世界上 大批坦克的警察 预警警报告 俄罗斯增加了 从最新曝光的卫星照片来看 俄罗斯至少新增八个军事单位 距离俄乌边境不到300公里 照片放大甚至能清楚看到 坦克火箭发射器和短程弹道飞弹 就怕战火一触即发 各方积极进行交涉斡旋 26号终于有最新进展 俄罗斯坦克的计划 俄国乌克兰法国和德国 在巴黎举行洛曼蒂模式自防会谈 讨论乌克兰东部的冲突问题 经过八个多小时的会谈 俄乌同意 无条件尊重明斯克协议 在乌克兰东部维持停火 分析认为 俄国透过在俄乌边境集结重兵 目的是要暗示乌克兰当局 不执行明斯克协议的后果 倘若无法透过外交途径解决 军事力量就是普丁的最后手段 Peter我想请教 以最新的情势来看 因为的确在现在的 美国的军事行动看得出来 大动作的确是有的 怎么样来看呢 美国继续增兵 在西太平洋的制衡当中 从卫星引土的确看得出来 航空母舰正在中国的周边 进行集结 来传达出什么意涵 再次同时当然我们也知道 中国的一个紧张情势里头 例行性的军严也在登场 来Peter怎么看这个最新情势的Peter 小军观众大家好 这个美军这几天在西太平洋海域 南海加强军力 我觉得是要嚇阻中国 证明它没有在战略方面收缩 美国海军 这个林肯号上面的F-15C 跟F-18C都是海军陆战队的机种 给解放军的信号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到了 不要在俄罗斯正在准备动武时 也同时找麻烦 因为拜登目前面临三大挑战 就是台湾乌克兰跟伊朗 因为他从阿富汗混乱撤退后 许多盟友跟竞争者国家对拜登的危机处理 打了严重的问号 觉得拜登政府是不是战略上有收缩 不随意动武还是好欺负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林肯号还有最近这个美国的航母 攻击战队群进入南海 去年就超过十次 今年一月就立刻也到了好几次了 这个都是给解放军很明确的一个讯号 的确包括了美国海军部署在亚太地区 还要停靠在日本 恒虚客的雷根号航空母舰 也就是说在西太平洋的地区 将同时出现三艘美军尼米兹级的航舰 不仅如此 在西太平洋还部署了两艘 可以体降F35B战机的两栖攻击舰 来 Tony怎么看这个态势呢 请问Tony包括了苏博士 Tony先来 我想Peters 对我们是要恐吓中共 我想美国会花那么多钱 那么多effort 把那么多航空母舰带来 可能因为在情报上 可能看到什么东西 可能习近平可能是想看有没有机会 当欧洲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在同时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也听人家讲说 美国想挑战 不是 美国想去peace恐吓 这样子我们才会有和平 不要给习近平一个机会 使他了解美国对台湾的安全 是有觉得是很重要 对不对 对美国的国家的interest很重要 是 那苏博士要补充吗 苏博士 可是我可以这样看 就是美国的这三个航舰战斗群 两个两栖攻击群 它出现在西太平洋 第一个就是说给北京一个明确讯号 刚才都已经说了 第二个也就是说预防 中国在它的冬奥结束的时候 可能会采取一些军事行动 军事冒险行动 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冬奥是到2月20号结束 农历新年是到2月15号元宵结结束 所以包括欧布莱恩美国前国安顾问 他都担心说中国会 就是以俄国为一个参考的范例 就是因为乌克兰 所以他误认华盛顿会变成比较软弱 其实是错误的研判 第二个很清楚的就是美国本土的第三舰队 应该说是美国最强大的舰队 有四艘尼米兹级的航舰 他向前支援第七舰队 第七舰队就有一艘雷根航舰 那目前我们看到林肯号还有这个就是卡尔文森号 都在西太平洋方向移动 所以他就是形成一个就是海权 西胞尔的一个包围网 就是预防中国采取这种军事的侵略行为 给北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刚才通尼说的一个嚇阻 就是这个很重要 那再来台湾的情势跟乌克兰完全不一样 我们知道乌克兰跟俄国 他是所谓的陆地接壤 一个ground border 所以俄军他直接走路 或是战车drive就过去了 台湾有一个比较宽的海峡 所以这一种海洋战场 是有利于民主国家的日本 台湾澳洲 美国主却中国的这种两栖登陆 这一点非常明确 再来就是乌克兰跟台湾完全不同 因为乌克兰对美国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难去判定他的立场的 特别是乌克兰他在找钱的时候 就是协助中国获得航舰 协助中国获得军用喷射机的技术 这个叫马达西奇公司 协助中国发展所谓的气垫船 也也扭集 还有他中国自制的这个气垫船 还有协助中国发展海军用的阵列雷达 所以对美国来讲 在川普政府任内的时候 他就阻止 这是乌克兰把马达西奇 这个航空发动机公司 出售给中国 所以对美国而言 现在乌克兰的确是想加入NATO 但是他内部 还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想法 最后一个就是虽然说俄国他有十万的病例集结在边界 可是乌克兰本身的正规军 他的regular force大概有三十万人 其实还足以就是说自保 当然现在乌克兰基辅方面 他希望的是说获得北约跟美国更好的一个就是保证 可是在此之前就是乌克兰他可能对于就是这种技术的输出给中国 他可能要更加的去做那个管理 因为包括日本都抗议过 就是欧盟还有就是乌克兰 他的军事技术输出给中国 等于威胁到在印太区域的日本 韩国跟台湾 也包括美国 所以在这个科技安全 还有所谓的区域安全 军事安全上面是一体三面的 那华盛顿方面 他当然第一个是地缘政治上的考量 台湾是重要于乌克兰 因为日本百分之九十的海上生命线 原油都要经过台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难把两者类比 是的确 在边境当中 俄罗斯大举增兵 一方面宣布演习 但是又看出来 进驻是白俄罗斯联合的军演 对乌克兰实际有两面夹起的行动 那刚刚两位谈得非常好 乌克兰之与美国的战略位置 跟台湾之与美国战略位置 是截然不同的 是吧 老师 对 我很明显 我觉得最近美国是把战略中心 移转到亚洲 其实就是封锁中国 那么现在在太平洋上 美国的3加2的军舰航母 的体制 我觉得一个 在日本媒体的分析来说 就是说防止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中国采取某些军事行动 因为这个独裁国家 往往在奥运会的时候 做一些活动 比如说1964年 日本东京奥运会的 开会期间中 中国进行了核实验 原子弹实验 然后2008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那一天 苏联 就是俄罗斯和格鲁基亚 发生了军事冲突 这都是借奥运会和平的 这么一个运动会的时候 发起的进攻 所以说美国和日本 当然说他们并不是 拿到非常高度的信息 而是他们还不让中国轻举妄动 来做这么一个布局 那么我们发现 就是说在今年的1月8日的时候 这个美国和日本 进行2加2的会谈 就是外交和国防 这个我们发现蛮有意思 就是说最后开出一个共同声明 有几条 比如说要日本增加自己的国防力 共同关注印太地区的和平 以及台海的和平 还有美国和日本 共同开发新的武器 就很明显 就是说2加2在外交上 基本没有什么东西 全是国防上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拜登 从川普变成拜登的时候 川普是和中国全面对抗 也就是外交上要对抗 军事也要对抗 那很明显 拜登上来以后 在外交上 很多事情是慢慢慢慢降温下来 是可以和中国沟通的 但是在军事上 一步也不让 就是军事上 我绝对不让你发生战略误判 所以说就要做最大的努力 而且他把日本 某种意义上把日本放出来了 过去美国的日美安保 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防苏联 后来防俄罗斯 这是半世纪以来 日美安保最重要的 现在很明显俄罗斯的威胁在下降 主要是防中国 主要战场是在台海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迁 另外一个 日美安保是美国过去是 不希望日本再军事化 就是说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压下去 所以美国要协防日本 这是过去美国一直的想法 但是最近从川普以后 很明显 就是说日本你自己军防 你自己加强国防 你要在亚太中发挥更大的力量 所以日本也非常就愿意去扮演这种角色 所以说很明显的 这个日美安保就变成了防中国 主要的加强力变成了中国 而且主要的协防对象就变成了台湾海峡 这点是一个非常清晰的 所以说美国的拜登 加上日本的现在的岸田内阁 他们就是说 我们在外交上 可能今年会有习近平访问日本 或者说不定会有习近平和拜登的会谈 在外交上可能沟通 但是在军事上 我们一定要步步为营 所以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 就是外交和军事 一个强一个弱 变成这么一个布局 是 我分别请教Tony跟Peter 的确在2022年这一年当中 台海的紧张情势 是不是会继续扩大 尤其拜登总统 从阿富汗这个混乱的撤退之后 很多的选民 包括了盟友跟竞争国家 对他的危机处理方式 打了个非常大的旺号 都觉得说拜登政府 你是不是战略有所收缩 甚至讲好听不随便动武 但是被认为好欺负 所谓比较是弱势的一个领导 如果是做事 让外界认为 甚至盟友认为 你是一个弱势领导 那未来情势会 可能怎么去演变呢 Tony这边 对 刚才局长讲的一个 keyword 误判 这是美国决定要防止的 因为你记得在中东打仗的时候 就是因为撒旦误判 以为我们不会care他去打 所以现在美国的action 都是希望能够prevent 预防习近平的误判 给他看得很清楚 美国很care 很注意中华民国台湾的安全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这种世界的情况里面 最担心的就是 一个独裁者觉得自己 我可以 可以做这个事情 害得两边 因为如果真的事情发生 对中国人来讲是no win 台湾和大陆的中国人 都是死伤很惨的 对不对 所以我想美国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希望没有这个误判 我不晓得Peter的感觉如何 是Peter你自己觉得呢 美国在看待这个俄罗斯 动用了十万多兵 在这个武力下去威胁这个乌克兰 那拜登真正面对记者的询问 跟实际的一个反应方式 来看出什么样一个策略 或战略性的改变吗 来Peter 对在拜登就任一周年记者会上 拜登总统说 他会使用最强的经济制裁方式 来处理俄罗斯 而且不出兵 这一点就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因为他是不是 一定要用单独谈判来解决问题 还是如果这一件事情发生在台湾 当然只有习近平知道 他会不会有下一个大动作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如果发生在拜登的任内 三军的指挥权在他手上 他如果一样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台湾 那对台湾就不好 因为他最近的一些 一些刀挂伊朗 他也是都是用谈判 我们可以回去看 他的国际安全 国安会的顾问苏利文 还有这个Campbell 他在就任之前 发表了一张文章 他还是批评川普 就是跟中共对着干这样不好 他强调说都是要和平谈判 但是台湾跟中国的问题 是没有办法和平谈判的 因为台湾绝对不接受统治 没有什么叫做两岸一家亲 我们都认识台湾人 娶中国太太的 他们在家也是吵吵闹闹 所以没有办法接受和平统一的 这个框子里面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台湾应该要注意的 那你觉得呢 拜登怎么样看中国 这样的目前双方面处在 这个两个政权当中 是国际所关注 是一个什么关系 因为从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中国是不是也在研判 也在判断 什么好时机 可以类似挑战 也可以如法炮制 是不是也做这样的观察呢 Peter 是啊 俄罗斯也在做这样的观察 伊朗也在做这样的观察 因为你记得这个川普任内 美国离开了这个伊朗的核子协议 单独离开了 现在拜登当选后已经一年了 他也承诺说一定会把伊朗拉回来回复 但是伊朗也看拜登 这个到底是嘴巴捏 还是真的 真的说话算话 他也会不会 回来这个协议 或者是拖时间 再来沟通一个 谈判一个 对他更有利益的协议 因为伊朗在中东 也是美国一个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对 美国的 这个伙伴 以色列 然后我们回到俄罗斯跟中国 其实他们两个对台跟对乌克兰 虽然说台湾跟乌克兰的战略地位不同 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是 你不回祖国的拥抱我就打 还有中共说你不回家我就打 这两个方式其实都很类似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真的 很认真的去看他怎么去处理俄罗斯 因为我觉得拜登总统 他的自己的作为 就是一直主动说 我们尽量用谈判来解决问题 虽然说他目前 派了美国的航母战斗攻击队 这么多来我们亚太地区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但是我们三军指挥权 还是在他的手上 最后他会怎么做 我觉得对台湾还是有点担心 那最近拜登跟日本首相的视讯里头 也提到了台海 好像也提到和平谈判 可是现在大家一听到和平谈判 说真的还蛮紧张的 不知道Peter你自己怎么看呢 是啊前几天拜登总统跟日本首相 就提到了台海需要和平稳定 及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 我刚刚就说了 我们和平解决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到底要怎么解决中国的统战 我想听听这个石斑老师的意见 是OK 石斑老师来 石斑老师 就是说和平谈判 这个对等谈判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我作为国际问题的记者 我们每次的谈判都是个关七成 但是谈判有一个条件 就是不能设预先条件的 你必须答应什么什么条件 我才跟你谈 一旦设定之后 首先这个谈判就不对等了 而且这个谈判的出口 中国设定一个 你一定要接受九二共识 你一定要在 就是说谈判只是谈如何统一的问题 这样的就是 就没有什么可谈的 所以要把这些预设的条件 全部拆下来以后 才可以对谈的 其实日本和中国 当年安倍首相刚刚上台的时候 中国就给日本开两个条件 一个是你要答应不去参拜 进国神社 第二个你要把就是 钓鱼台 就是日本叫间隔驻岛 这个问题 日本是主张是领土的 有领土 要把这个认为是有领土问题 日本说是没有领土问题 让答应这个两个条件 安倍大概四五年 就完全不接受这个条件 中日僵持了四五年之后 最后习近平没有办法 最后还是中国 把这两个条件放弃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这才是一个国际交涉的一个常态 所以说台湾 如果说中国把所有的条件 全部没有的情况下 完全在对等的条件下谈判 我认为这个谈判 当然我想不光是台湾 全世界都乐观气成 但是如果中国用霸凌的方式 给你设定很多条件的话 这种谈判根本不是一个谈判 是 来 苏博士来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国际安全 可能就是一个总体的考量 这是我们常说的大战略 很简单 俄国跟乌克兰的事情 美国说之所以可能会用经济制裁 我的观察是这样 俄国的GDP只有中国一个广东省 这么大 所以经济制裁可能对穆斯科 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但是中国GDP 目前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 所以他的经济制裁可能不会产生效用 军事力量 他power才是真正的力量 才可以嚇阻北京的这种军事冒险 那第二个很清楚的 岸田文雄走向跟拜登这第一次的这个高峰会 会谈到和平 那个只是表达美国立场 就是说中国要承诺以和平 就是这个国际秩序为基础的这种做法 来进行国际事务的处理 那意思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不用和平手段 那可能这些民主国家 就会用硬实力跟你对到底 那再来很清楚的 就是岸田文雄跟拜登的谈话里面 有讲到一个核武器的问题 这个是另外一个 美国不可能就是说自台湾不顾的原因 因为中国从 这是川普政府时期 就2020年的5月 美国国务院说 中国在新疆罗布勃 做次灵界的核四报 到一连串的新的 做更多的核弹头 还有就是投射载具 就是这种战略三 铁三角 空中飞的轰炸机 还有就是水下的洞九四潜舰 还有ICBM 东风41 这些意思就是 中国如果他有能力去改变 全世界的这核平衡 那全世界的权力结构 就会随之改变 这是美国他担心的部分 第二个是美国本土的安全利益 中国的核潜舰 如果从巴士海峡 进入菲律宾海 那他的这种 就是水下的弹道飞弹 就可以威胁到美国西岸 所以就是从地缘政治 刚才Peter讲了 那再到经济的这种政治工具 到军事的这个政治工具来看的话 华盛都不肯让北京去采用这种军事霸凌的手段 对付周边的邻国 一个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日本 很关切的 即使他跟法国在做2加2的会谈的时候 都把台海安全稳定都放进去 再来就是中国他现在有一种海军的舰艇 叫洞56的 这是小型的一个巡防舰 他退役了要交给中国的海警 他上面武装是76炮 这个等于是各国的海警里面火力最强大了 这个对日本来讲会视为一个危险的讯号 中国海警法 海上安全法 加上你海警的船队 用的是大口径火炮 这就是为什么他强调说和平手段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讲给台湾听 是讲给中国听 给他最后的爱的美敦书 就是最后的警告 也就是在今年2022年 中国20大习近平先生要争取第三三年庄的时候 你采取军事冒险行动 其实对中国共产党来讲 才是最大的危险 OK 2022对习近平 对中共来讲是关键性的一年 来我请教赵女士老师 的确我们看到 美国跟日本在1月22号 在菲律宾海所进行的联合军演当中 美国的核死动力航空母舰 卡尔文森号 包括林肯号 包括日本直升机的护卫舰 日向号率领的舰队 看起来这个编队里头 在菲律宾海是大秀军事肌肉 包括了这是美国太平洋舰队 主动在脸书当中就揭露这个消息 认为美国的海军 卡尔文森号 这个林肯号率领 这两个航空母舰的打进去 跟这个两栖突击舰队 跟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共同在菲律宾海 进行不管航行训练 展现这两个国家 自由开放 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坚定的意志 问题是 你对习近平的观察 中国的最新的情势 怎么去应应这个状况 包括了中国的最新情势当中 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其实应该就是疫情 来 以上老师怎么看 我们先延续一下刚才所讨论的乌克兰 还有中国跟俄罗斯的联合关系 大家最害怕的梦魇是什么 就好像去年十月份 俄国太平洋舰队穿过青青海峡 中国的东海先队穿过台湾海峡 同时引发台湾跟日本 对于中俄关系 合作军事 政治上的疑虑 这是第一点 虽然乌克兰远在天边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中俄有新形态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俄有上海合作组织 在外交上的多边机制 所以现阶段 为什么会担心发生问题 第二个 刚才大家讨论到 拜登总统的意志 美国在军事实力上 没有太大问题 怎么说呢 从共和党时期 一直到民主党时期 这短短一年三个月时间 我跟大家列举 美军在这些地区 进行哪些演习呢 各位记得 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 有历见演习 接下来去年7月份的时候 在乌克兰黑海 有海上围风2021演习 接下来有所谓的 大规模海上军演 在印太地区 接下来10月份 有马拉巴尔演习 华府做这些目的干什么呢 要告诉北京跟莫斯科 美国有因应同时 两场战争的能力 所以在军事实力上 没有问题 而是什么呢 在政治处理的立场上 会引发大家的质疑 好 回到中国的议题 中国的议题怎么看 只有三大变数 政情 还有军情 还有疫情 政局最主要牵动的是什么 2月份12月4号就是北京东运 2月下旬是今年两会 年底10月或11会的时候 是中共20大 所以与其说今年是台湾的选举年 不如说今年是中共的政治年 政治上是如此 经济情势 待会我跟昌星再为大家做介绍 可是军情的部分在哪里呢 习近平 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是 又晋升了七位上将 而且现阶段 我们观察中国军事 这七位上将 都是所谓的台海帮 或今年20到我们看 有哪些军区的司令员跟政委 进入中央委员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什么叫台海帮 这些上将或是军区司令员跟政委 都经历过96年导弹危机 已经取代过去的越南帮 越南帮是什么概念 逞越战争 1976年历经上一场战争的人 过去提拔出来的 都是原七大军区的广州军区 或是昆明军区 现在变什么 来自于东部战区 南部战区 也就是过去原南军军区的 这些骨干的军官们 所以有参与过96年导弹危机的人 已经成为解放军的中间实力 所以在军情上我们要了解 习近平基本上也做了一些超前部署 所以我们要看的地方是什么呢 周南山所属的 所下属的 跟他关系匪浅的 这个京城医疗机构 最近被爆发什么 在民主国家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把做好的PCR基本上掉包 洋的跟鹰的掉包 或者是销毁掉 大家想这是干什么 在民主国家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因为疫情扩散 就可以不断的去做PCR 不断做PCR呢 这个京城医疗 跟周南山关系很好嘛 获利者是谁 如果在民主国家的话 他们即刻就会接受到调查 但是京城医疗的机构 背台很硬 后台很硬 第二 当民主国家 打了好几剂疫苗 甚至在台湾 基本上有条件 他在思考 要不要与病毒共存的时候 中国的想法是什么 我要维持清零 我要做好所有的阻断 为什么 其实他心里有数嘛 我们打了两剂跟三剂了 保护力基本上是越来越好 可是中国民众打的是什么 是科兴跟国药 这个保护力备受质疑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 最近这两天的画面 会让你觉得毛骨悚然 或是匪夷所思 首先我们看 这是温州火车站会去过 你以为这些人在逃难吗 或这已经是起早上演 春运的画面吗 不是的 中国面对Omicron 唯一的一大绝招是什么 把所有人叫出来做核酸检测 我也不管 有没有维持社交距离 做完核酸检测之后 我再来封锁你的进出 或是来控制你的行动 如果有人感染 有人确诊 二话不说 所有人基本上 送上大巴到隔离所去 这就是中国现阶段 唯一的防疫的模式 所以你看 人山人海 这些人基本上被下令 他也必须要去做核酸检测 因为没有做核酸检测 你动弹不得 你进出不得 你就在家里基本上孤立无援 所以你看 天津市就发生这种状况 做好核酸检测 不代表你可以随便出门 所以这些人干什么呢 集体抗议 天寒地冻的 你叫我做核酸检测了 我配合了 可是做核酸检测 不代表行动自如 天津发生了许多 因为没有物资 没办法之人 集体抗议 集体骚扫 有民众就来跳到车上 有点情势失控 同样的画面 你以为是天津的 天津离北京比较近 因为可能比较紧缩 下一个画面是什么 这是深圳 好不好 我们说北上广深 天津出现了这种集体抗议 生剧也出现一模一样的状况 十分混乱 因为一边做核酸检测 一方面民生物资是非常缺乏的 本来我们想象的是 计划经济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有效率 配给 国家力量 做核酸检测 所有的心理是什么 我听党的话 应该就可以得到较好的安置 不是的 你可以发现 推挤 失控 或是心黄 所呈现出来是什么 为什么人心浮动 每个人内心想到一件事情 核心国药都打了 PCR核酸检测也做了 但是现阶段 我们还能做什么 听天由命 更令人生气的事情是什么 好吧 那我们再看看河南的画面 还有其他地方的画面 这个画面播出来之后 中国网民生气了 请问这头铜像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这铜像上面站的是毛主席 要把它消毒就算了 这是一头金牛 牛年都已经快过去 都要迎接虎年了 结果这些防疫人员 这都还有栏杆 人跨不去 结果中国网民说 这头金牛的生命价值 多过我们一般人 这些人基本上都围绕着他 去对他进行倾销 人命重要还是流命重要 所以很多中国网友说 这针牛啊 针牛的意思就是 这真的是非常匪夷所持 令人不知道在想什么 左手秩序失控 但是这个西安的防疫人员 一派轻松在帮牛做消毒 最后我们来看 你看这陕西咸阳 所进行的铜牛广场 对牛做的这个消毒画面 这个是河北 河北省的一个 短短12秒的影片 12秒这是一个老人安养中心 我们知道疫情爆发的时候 有些群聚的地方最危险 比台湾经验 南韩经验来看 安养中心或是说 其他的收治署 往往是防疫的缺口 这里面传出的画面是什么 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导播把声音放大 这位老妇人不断地讲 救命啊 活不下去了 要死人了 外面的 你看 他在哭 哭诉 依稀地听得出来 他在对外界喊救命 喊什么 怎么办 活不下去了 重病了 真实的状况 只有这个老太太知道 外人无从得知 这个在邯郸的老人安养中心 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八旬老太太 抓着大门喊救命 视频引发网友的关注 所以从这些状况我们可以了解 这些联动效应什么 我们知道威权主义 最有战争边缘策略的做法 内部情势失控 然后习近平升了这么多人当上将 一波又一波新的人事任命 又告诉大家 我现在以台海邦的作为解放军 现在建军的骨干也是二十大 未来最主要的政治的任命 然后经济基本上跟美国对作 全世界都在抗通膨 都准备要升息 中国的亚航说什么 我要降息 因为在通膨跟经济衰退 在软着陆跟硬着陆之间 中国选择旧的是经济成长 而不是通膨 最后解释是什么 最后解释非常有趣 在两会前夕也就是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 理论上最后一次的所谓政府工作报告 之前李克强怎么形容中国禁忌呢 这四个字让我想起 大耀镜时期的庐山会议 李克强说中国的经济 要爬坡过坎 什么叫爬坡过坎 阻碍是很多的 但是一关一关能过 在庐山会的时候 毛泽东讲过一句话 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因为要面对大耀镜的责任 毛泽东说 道路是崎岖的 前途是光明的 李克强现在只敢把话说一半 说什么呢 道路是崎岖的 至于中国经济 中国政局 中国疫情 还有中国的政治规划 跟军事行动 这四点是联动在一起的 是有政情有军情还有疫情 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势 都还在延烧当中 台湾面对的中国这个形势里头 影响面到底有多大呢 我请教瑞尔大哥 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空军司令熊厚基 他现身在印太军事 饰品的会议当中 这个时间是在一月二十号 跟印太同盟各国的空军 最高阶的一个将领同框 因为印度空军在这个脸书 推特当中也发布了 这个国家呢 他们空军参谋长呢 跟印太各国的空军首长 召开了视讯会议的消息 照片当中清晰地看到 这是熊厚基上将 参与这个视讯讨论 那么根据印度当地媒体的报道 是说这个会议主要的目标 在讨论如何在这个险峻的地点 时间来进行后勤 包括战斗 尤其包括像是新加坡 韩国 纽西兰 日本等印太国家的空军司令 都会参加会议 从印度的空军所发布的照片当中显示 位于在第二排最右边的熊厚基上将 他的背景是世界地图 虽然没有任何露出台湾的标志 但是桌上的这个空军的军灰里头 中文姓名跟官显的确是司令 空军上将 是清晰可见 来台湾所面临的 不管是这个最新的政情 军情跟疫情方面 那热大哥怎么看 为什么印度会这样做 那么现在可能是印度跟台湾 那么在军方 在很多合作上面最密切的一次 为什么 其实以前印度跟台湾的这个合作 在这个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前 是保持的不错的 印度的稻米 现在的稻米能够那么多收 就是台湾去改良的结果 那么这也跟印度会这样做的原因 也跟中国跟印度 在喜马拉雅山上面 争夺相关的国土有关系 那么小薰你知道 印度最近做了一件事吗 在去年底的时候 做了一件事 悄悄的那么跟这个菲律宾 签订一个莫拉瑞斯相关的 那么相关的反舰飞弹的订单 印度要把莫拉瑞斯飞弹 直接卖给巡异飞弹 卖给这个菲律宾 菲律宾 那么之所以没有办法 他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不是曾经公开的讲吗 他没有办法跟 虽然他很不满 但他没有办法在南海 跟这个中共的军事对抗 现在菲律宾将争取 所谓F16战机之外 也从印度的手上 拿到了这个反舰飞弹 总共三套 虽然目前为止 他的飞弹量不大 但问题是你要知道 这些所谓莫拉瑞斯飞弹 是俄罗斯跟印度共同研花 而在双方印度跟中国对峙期间 印度有计划的故意 多次试射这个莫拉瑞斯飞弹 试射把这个相关的 精准打击的方面 传在国际上 他给谁看 他给老公看 他给中共看的 事实上我在评论 有关于印度跟这个 人民解放军 在喜马拉雅山上面 对峙的过程当中 那当时呢 那么不是 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吗 人民解放军 他们在这个对峙的边缘 对峙的地方 盖了一个营房 盖了一个营房 号称用空调 可以把这个里面的温度 全部控制在十五度C 还可以吃火锅 还可以吃蔬菜 对不对 然后我看到这个 我就说 如果真的开战的话 解放军必败 不是因为解放军的战力 不如他 解放军的所有的武器 全部加起来 其实都是赢过印度的 为什么必败 因为很简单 因为印度的三地旅 三地军 然后跟所有的部队 他们是在一个非常 甚至于包括 那么用帐篷 用各式各样的 这个跟现地的环境接触之下 他们在那种环境之下 那么守住这块地方 请问你一件事 你的阿兵哥在十五度恒温的情况之下 外面是温度零下三十度的情况之下 总共温度室内跟室外差了四十五度C 你的阿兵哥 如果接到相关通知 出去外面打仗 你怎么打这个仗 也就是军队事实上 必须要考量到这些问题 不是只有你的武器而已 那么除此之外 事实上 为什么大家都会讲说 乌克兰跟台湾不能比 因为很简单 乌克兰打的是 美国在国际战略上面的 一个面子问题 台湾打的是 美国的生死存亡的威胁 各位为什么这样讲 美国人当然不是吃饱的 撑着来 一位的力挺你台湾 为了支持你台湾跟美国的友谊 不可能的事情 美国一定把自己本身的利益 跟他的利害关系列为最大的考量 为什么叫第一岛链 各位想象一下 现在中共的潜艇 跟相关的是不是在南海三亚 想象一下一个画面 如果他拿下台湾了以后 整个台湾的东部 而且以花莲的海港为主 直接他的潜艇就进去 直接到太平洋里面 整个美国全部都在掌控之下 不要说关岛 夏威夷 连美国本土都完蛋 那么更不要讲其他的 各式各样的这个飞机等等 所以事实上就美国来讲 他不能接受台湾 整个被中国整个拿走 不可能的 如果被拿走的话 对美国的利益 跟生死存在威胁太大了 我讲真的 他他玩不起 不要说拜登玩不起 每一任美国总统 都没办法承受这样的威胁 因为对整个美国来讲 他就完蛋 你知道吗 那对中国来讲 他是不是想要拿下台湾 从来没有放弃过 各位要知道一个 一个问题 在我们在高高兴兴过年的时候 他的洞拐武两栖登陆舰正在日夜赶攻 他不断的赶攻 洞拐武两栖登陆舰是为了赶攻 为了干嘛用的 就是为了登陆侵略台湾用的 然后他现在把所谓的洞五五 那么大量的大型的驱逐舰 不断的增加 他不是为了我们台湾 为什么讲白了 我们台湾的海军 根本没办法跟他比 他是为了跟美国 他要对付美国 还有他的航空母舰 第三艘航空母舰即将落成 那么所谓的舰队 他舰队航空母舰 也不是队伍人台湾的 我跟各位解释为什么 他要打台湾 不需要航空母舰 因为你太近了 第一波的飞弹攻击 第二波的这个空中的 这个战斗机 包括歼16这些 全部来炸了以后 事实上他根本不需要 动用到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只有一个办法 只有一个功能 是为了在北跟南 主角包括美国在内的 包括日本在内的 国际的盟友要援助你 要救你的时候 主角形成一个主角 然后他在台海可能宣布台海 台湾海峡就是战区 内海南进入了侍从敌国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是中共的一个战略 他没有放弃过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 他在做什么 根据他想要做什么 然后根据这个下去 这个等于说研判 在习近平正式登基 也是第三任 他要做之前 他不会打台湾 但问题是 当习近平站稳了以后 其实刚刚这个苏教授 讲得非常好 打台湾是习近平 这辈子最大的冒险 也是中国共产党 可能你们现在当政者 真正垮台的开始 你要冒这个风险吗 拿台湾只有 数战数决 立刻拿下 不能拖 也不能不成功 你知道吗 一旦拖 然后不成功 你就完了 中国共产党完了 他付出的代价太大 所以他现在不断的 扩充 他扩充之外 也不断的在试 他不断的试 台湾的西南角 所以各位 我们新跟美国买的 66架的F-16V 就放在台东的基地 而不是放在我们西部的基地 我们的嘉义的这个基地 所谓的F-16V 事实上是最少跟美国买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F-16V F-16A B改装的 是不一样的 那可以改装成F-16V的以后呢 大概可以提升战力1.5倍 但是还是不能跟真正全新购买的F-16V 66架比 否则我就不用买了嘛 否则我就直接改装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 那么我们也还是要小心 为什么呢 各位知不知道一件事 那么美国从川普总统 一直到拜登总统 卖给我们的很多的武器 那台湾又用了两千八百亿 去特别预算 去包括国内自己的飞弹 这些避免外购的这些预算 去挤压到国防预算 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包括 包括我们的这个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国人不知道 看那个无人机那么厉害 那么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用无人机就决定胜负了 阿富汗战争也是用无人机就决定部分的胜负了 想说台湾无人机怎么办 报告各位 台湾有104架的自杀无人机 可能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建墙无人机是无人的侦察机 也是寻衣飞弹的一种 他就是自杀无人机 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当无人机 就可以当自杀的这个无人机 直接去当作炸弹把它炸掉 那除此之外 我们各式各样的飞弹都有了 但问题是为什么要一方 另一方面还要发展自己的飞弹 军方的投降舰 海军的跟这个海巡族的投降舰 24艘 为什么要几百枚的熊二熊三飞弹 这些飞弹 因为很简单 我告诉各位 台湾其实在整体的防空跟反海 反舰飞弹上面 还有空对空飞弹上面 我们的比率 其实如果就地方来讲 我们是全世界第一 防空飞弹的比率 按照地缘的话 我们只差以色列 可是你要知道 请问一下从去年拜登政府 那么上任以后 卖给台湾多少军售 只有一笔 M119A6 帕拉丁40部这样而已 台湾要的AGM-158 AGM-158隐形逆踪的 这个等于说 巡逸飞弹 它的射程370公里 到现在我们希望能够买到100颗 但现在还是以毒不回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的海马士 他们是有卖给我们 这个海马士相关的火箭弹 有没有 只有64枚 太少了 我们本来要的是超过上百枚 你知道吗 只有64枚 连中共的评论员 中共的评论专家都认为 你们只有64枚 我不用怕你 所以事实上 那么希望美国 在支持台湾的过程当中 能够多跟台湾 当然他也有帮助我们 比如说 我们现在他们要求 我们的后勤装备 我们的后勤武力 后勤的这个军力 今年一万五千名的后备部队 不是要叫招十四天 全部给我睡帐篷 全部自己烹调 然后包括全球都很年轻 包括射击 他们这十四天是我们过去 两年兵都打不到的时代射击 你知道吗 连炮兵都必须去打炮 你知道吗 必须去真的把炮弹给打出去 过去怎么可能 过去点招叫招 就是来玩的 对不对 这也是美军要求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面 台湾还是必须要靠自己 那我跟各位讲了 乌克兰的部分 乌克兰部分 因为俄罗斯他会打 但是他会打一半的乌克兰战争 他不会把乌克兰整个灭掉 灭掉 马上跟北约接揚 那个对北约来讲 适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呢 那么基本上乌克兰 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当年俄罗斯拿下乌克兰南部的 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 国际上也只能谴责 也只能谴责又能怎么样 但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如果一旦落入中共的手中 哇 中共即将成为世界的霸主 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太大 太大了